那个老夫人跟他的妈妈 他差了 感觉过了很多年 感觉不太合理 因为你看他的年纪 应该是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 那照这样讲二十多年前 他现在演的电影是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就有那么清早的手机 好像也不太合理 因为我们台湾 二十年前好像还没手机 假製的焦虑 我觉得这方面有点瞎 谢谢 其实导演并没有要求你们 把二连关 他有说过 因为他希望他是单独的 他希望是单独的 可是我们都把他自动把他连结 因为他本来就希望你不要连结 因为他故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偏差肉丝 这是他刻意制造 所以你看第一集的 第一个镜头里面 他其实用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影片 他其实就是描写他宗教的问题 就是我讲的中阴神 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老太太在烟雾迷蒙的早上 然后这是习惯老人走的 就是像他这样 乡间的一种路途 老人太太走 走走走走走 很远很远 那镜头很长 他就摆着 他也是实在也不肯动 然后那个老太太走过来 走过来 走到这里 风看看 西看看 来到十字路口 请问他要往哪里走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而已 我不是选东 要不然就是选西 结果他选西边 然后继续镜头攀着他后面 然后老妇人就消失在一片夜色 不是夜色 早上的雾气 朦胧当中 去哪里 不知道 但是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 其实就是应该说是他妈妈 要不然整部影片里面 没有妈妈的影像 其实就是他妈妈 而且他其实要见到他的亲人 都年纪都很大 人纪都很大 所以这个 这就是导演里面说的 可以设计 所以不必连 你的固定看法是对的 没错啊 本来就得 他其实很多的镜头里面 连第一集都更不能连 更不能连 不过他是三样东西 把它连结 也就是说土耳其里面 或台湾 或任何一个地方里面 他的情况就是如此 不过在台湾里面 大概不会用 煮 软 或者是蜜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主食 我们待会就用番薯 或者玉米 或者是 某啊 那一类的东西 所以今天来在 洛文北他们在讲 那个 酒吧讲堂里面 还在讲 那个英国人来台湾 怎么去探险 然后发现那个 台湾的那个番薯 他说 这真的是天下的美味 因为那个 原住民请他们吃 就用烤的 用煮的 非常非常好吃 拼不煮嘛 所以这个是以前的 番薯厕非常好吃的 现在有点变种 不知道啊 那如果是台湾来拍 类似这样的影片 那你也可以从中里面 构思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影片里面虽然很平淡 但我认为它很神奇 认真探讨 它里面有很多的 智慧存在其中 而且它这种技巧里面 应用所谓 镜头语言的应用技巧 还是值得我们 很多人里面去学习的 好 我们今天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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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